随着剧情的发展 莫喜是真的越来越不讨人喜欢了 万家贵是莫喜的初恋 两人两情相悦 万家贵也许诺要娶莫喜 可天有不测风云 万家贵下落不明 白家被吴家逼迫 凤瑶即将嫁给吴家的傻子 为了保全自己的姐姐 莫喜把自己的心上人让了出来 让凤瑶有了万家贵妻子的名分 此时完全是权益之计 毕竟若是不这样做 凤瑶就只能嫁给一个傻子 况且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万家贵已经去世了 莫喜可以把这个名分给他 谁也没有想到万家贵竟然还能回来 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一个乌龙 万家贵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此时莫喜自然是不愿意放弃眼前这个男人 可凤瑶也对万家贵情根深重 两人还有夫妻的名分 皇帝更是为此下了圣旨为两人赐婚 两人的婚事已经成了定局 万家父母盼着自己儿子娶了凤瑶 万家贵没有办法违拗父母心意 只能听从 几家欢喜几家愁 凤瑶能够嫁给心上人自然是欢喜的 而莫喜就不一样了 她根本就无法接受心上人突然的改变 毕竟万家贵前一秒还告诉她要和自己父母说清楚 然后迎娶她进门 后面就直接娶了凤瑶为妻 莫喜不愿意放弃这段感情 毕竟两人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 万家贵说出自己的心意也不容易 莫喜还是有些不甘心 在和凤瑶的大婚之日 万家贵还是忘不了莫喜 便让凤瑶独守空房自己选择出征 此时莫喜出现告诉她自己宁愿作妾 自己不愿意失去她 好在后来莫喜清醒了过来 想起了自己母亲的遗愿 与万家贵一刀两断 但在莫喜决定放手之时 不仅抱了万家贵还亲了她 要知道此时的万家贵已经成亲了 还在大庭广众之下 若是凤瑶知道在大婚之日 自己的丈夫与自己最信任的妹妹如此 她又会怎么想呢 万家贵是在乎流言蜚语的 而莫喜确实一点也不在乎 直接告诉万家贵自己不怕 被别墅议论 她是不怕 但这一切凤瑶又该如何接受呢 凤瑶根本就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 欢欢喜喜嫁给心爱之人 难道就应该落得这样一个下场了 不得不说 莫喜做事实在是不考虑后果 还没有什么分寸感 你们觉得呢 好